亲自体验到妖怪尸体的惊人效果 陆飞算是明白为什么熊头领 还有其他的妖怪小头领 一个个对下面的小妖都是冷酷残暴无比 说到做到 因为这些小妖 都是她们眼中移动的补药 灵药 找借口宰掉一只 吃掉一只 就是一笔修为 这怎么能不让她们不动心 深吸了口气 陆飞注意力回到眼前的虚拟面板 继续向下看去 经验值两百分之七十二 看着眼前数据 她记得很清楚 在昨晚凌晨以前 这随着魂力消耗后出现经验值数据还是零 现在经验值从零涨到七十二 根据她之前的推算来看 这应该就是魂力诞生的经验条了 只要满值 就会出现魂力 眼前这七十二点经验值 则应该是之前她拍断了那瞎妖脑袋的得到的 就像她之前因为一鱼插童死了那草鱼妖 而第一次得到了魂力一样 不过对比她杀死草鱼妖直接获得的一点魂力 击杀虾妖的却只给了七十二经验值 就有点寒酸了 但是考虑到草鱼妖是她在这个世界击杀的第一只妖怪 也由此开启了魂力值 或许系统有加成也不一定 就像游戏中的第一几总是最好生的一样 总之 陆飞没办法和系统讲理 也无法询问 无人解答 只能她自己慢慢摸索 而根据眼前面板显示的数据 只要她在杀上两只类似瞎妖那样的怪物 把经验值补满 应该就能再一次得到魂力 杀一只瞎妖 让她既得到魂力的经验值 又通过吃掉对方尸体获得获得境界值 获得修为 如果说之前她只是怀疑这虚拟面板系统是在鼓励她杀戮 那么现在陆飞就很清楚了 无需再怀疑 这系统就是在鼓励她杀戮 搞事 目光再次回到面板上 陆飞继续向下看去 剩下的数据都没什么变化 迅速扫过后 陆飞没有再多想 感受着身体内传来的热量 知道这是吃完虾腰和草鱼腰效果 这时土纳修行起来效果最好 于是马上开始远转起腰足土纳法来 当陆飞再一次被刺耳的铜锣声吵醒时 石洞外 天色已然大亮 真是舒服 从土纳修行中第一个醒来的乌鸦怪 站在石床上伸了个懒腰 随即叫道 我感觉我此刻充满了力量 听着乌鸦怪的兴奋声传来 陆飞睁开眼 就看到乌鸦怪跳下石床 继续叫道 我能感受到 这次我的修为增加了不少 红皮你呢 小猪腰红皮拿起一旁的葫芦缓缓背在背上 打着哈欠道 还好 乌鸦怪有点不满红皮的回答 什么叫还好 你修为到底增长了多少 听着俩腰的对话 陆飞此刻也想知道自己吃完虾腰草鱼腰后的吐纳效果 于是心念围动 一道道虚拟数据再次浮现眼前 宿主 陆飞 境界 一级腰兵 一百分之六十五 经验值 两百分之七十二 魂力 五 功法 腰族吐纳法 熟练 五百分之九 代表修为的境界值涨了两点 代表功法熟练度更是涨了四点 看着眼前的数据 陆飞有些意外 他回到食洞时 天色已经是黎明 到现在最多不过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而眼前的吐纳效果 几乎是平时的一倍 再加上昨晚刚吃完后暴涨的二十一点境界值 昨晚那虾腰和鱼腰试吃的真值 只是才冥想修行了三四个小时时间 陆飞估计那鱼腰提供的双倍修行效果应该还没过 不过今天是交任务的日子 他不敢耽搁 知道的越多 他就越明白那位熊头领是真的会说到做到 白毛 我们该走了 这时 乌鸦怪的声音传来 来了 陆飞跳下石床 快步跟了上去 我现在很期待后天与蛇盘山的战斗了 走在前往每天集合打卡的山坡的路上 乌鸦怪嘴巴不停道 想必打完我们肯定能分到其他妖怪的尸体 就像昨晚那样 只要再来一次 我感觉我的修为应该能有个不小增长 只是他话音未落 陆飞就开口打断道 你就不能闭嘴 不说昨晚的事 说着他转头看了眼周围满山遍野早起去集合的小妖一眼 随即看向乌鸦怪诞生道 你觉得要是熊头领知道我们昨晚不但私自偷跑了出去 还偷吃两只鱼妖的尸体会怎样 乌鸦怪可是亲眼见过熊头领处死过没完成任务的小妖 听到陆飞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 马上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见乌鸦怪知道怕了 陆飞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自从他穿越过来后 他就一直在纠正乌鸦怪大嘴巴的毛病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看着乌鸦怪无嘴的滑稽模样 陆飞继续道 何况你怎么就知道打完之后 一定是你分其他妖怪的尸体 而不是其他妖怪分你的尸体 面对陆飞的问题 乌鸦怪愣住了 他还真没想过 好一会才迟疑道 应该是我们分蛇盘山那些妖怪的尸体吧 毕竟大王那么强大 我们一定能赢 说着他看向一旁背着葫芦闷不作声的猪妖红皮道 你说呢 红皮 红皮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有大王在 我们一定能赢 听到俩伙伴的话 陆飞笑了笑 没反驳 如果他猜想的没错 如果浪浪山与蛇盘山没有重大矛盾 只是为了收割各自下面小妖的话 后天与蛇盘山的战斗 那位大王会不会出手兜两说 不过这些就没必要和他们说了 白毛 你在笑什么 这时小猪妖红皮看着身旁的伙伴突然开口 随即低声道 难道你觉得我们大王会输 面对红皮的询问 与乌鸦怪的头来的好奇目光 陆飞摇了摇头道 大王当然会赢 不过战斗是很危险 很残酷的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才是 说完 陆飞朝着前方一只顶着熊头人身的高大壮硕妖怪所在方向大步走去 白毛这家伙又说这些听不懂的话 听到陆飞装逼的话 看着对方背影 乌鸦怪是又羡慕又不满道 我倒是觉得白毛这些天变化很大 小猪妖红皮明显不同意乌鸦怪说法 继续道 而且说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虽然有时有点听不懂 乌鸦怪原本以为红皮这家伙与自己看法相反 但是听到对方说起听不懂 他立刻来了精神 连忙道 是吧 你也这么觉得对吧 我也这么觉得 也不知道他跟哪指妖怪学的